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琴 POP抢先报 中友本来打算在 关塘工业区 兴建高雄永安 与台中港之外的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计划 因此开了一个环平大会 但是昨天因为环平委员 不出席环平大会 所以也首度罕见的留会了 针对这个事件 我们来连线抢救 大潭藻礁行动联盟的 召集人潘中正 中正你好 光琴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中正你昨天有到现场吗 有我就在现场 和大家一起守护藻礁 是你们感受到什么氛围 我们觉得很讶异的就是 本来我们都是按照程序 有登记做旁听 结果我们竟然进不了 环保署的大门 也就是要在整个外围 通通用巨码 把他围起来了 那我们只能在外面 真的就是叫旁听 是在建筑物外面旁听 是非常可笑 我们知道这个环平大会 官方态度非常坚定 那先前的赖清德院长 他基本上是已经决定了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 李应元署长 环保署署长李应元 他在事前就一一打电话 给环委沟通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张迅贵副署长 昨天呢 非常的突发 说实在的 阿贵来过我们节目 非常多次 他的确在受访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轻渴 会咳嗽 可是他昨天用这个理由 他请假 你觉得有没有其他弦外之音 这个题目就是想请钟正 是从官方的立场来谈 这个人的身体好坏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 如果真的是咳嗽 身体不舒服 那我们相信 适度的休息是必要的 但是在一个这么重大的议题 要讨论的时候 我是不相信张迅贵呢 会轻易的离开他的岗位了 我也是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张迅贵应该也看得出来 就是昨天大概要成会也难 所以他大概也不必刻意的在现场吧 这是我的判断 那如果分层次的话 第一个赖清德院长 你们对他这么质疑要通过 这样的一个环平大会 而且环平大会不是何一是 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吗 有其他第三方的学者也在内 那为什么他敢做这样的一个决策 我认为这就是政治想要操弄我们的环平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环平制度 其实是为了永续的经营 那从各方都有不同的专业的人士在这里面 那很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个官方代表 一位 总共21位的其中7位是官方代表的时候 有时候就会发现一些非常诡异的现象 像昨天如果10个人就是过半数 虽然21个是总数 但是因为有三位必须利益回避 那么剩下18位 18位里面如果过半数就是10位就可以 10位的话如果官方的7位在场 只要有三位委员到场他就成会 这三位委员即使他们通通都不赞成 他们一样可以把这个案子碾压过去 所以这个制度上设计是有严重的缺陷的 那即使在有缺陷的情况之下还是刘慧 要展现他们就是赖魁的意志一定要通过 那这里面我要特别强调的就是 其实从去年的一级保育类财山都被孔珊瑚出现之后呢 今年2月1号 沈中金部长也表达说 即使当时来可以开工 那么大潭电厂2022年的那个大潭8号机组 所需要的天然气 那个时候来盖天然气接收站都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他也承认说可以用调度面解决 如果可以用调度面解决 2022年的天然气不缺 2023到2025我们的天然气都不缺 所以我们说三接其实已经是个假议题 如果是假议题 那赖魁还是强势要通过 我只能说那个背后有别的利益 我想大家一想就知道 一定就是跟利益相关的 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啊 中正 我认为我愿意公开的这样说 也愿意负这些责任 中正那您刚刚讲就是说 制度上设计上面 显然就是如果官方只要而行的话 其他我们看到过去有一些案子是得逞的 那显然就是说他要再招三个人都招不到的话 那显然就是从上一次到这一次 都有学者派或者说反对派的评委 他们刻意的想用留会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一个意思 那昨天这个部分你可以再跟我们细谈吗 这部分要牵涉到今年3月14号的申奥电厂 申奥电厂的环评它虽然是环差 照道理说啦 就是说某一个角度来看 申副署长呢 他其实在做那个选择的时候 就某个角度来说是对的 就是说环差你只要现在的提案 比过去的那个原始提案呢 让环境有减少了一些污染啊 或者是什么 它有减轻的就可以过 但是环线差是不一样的 环线差是你当时没有做实际的开工 所以环境的变异的部分呢 你要去对照 对照完了之后 你要提出因应对策 而不是只有你只要减轻就可以 那这一次审的是 关塘工业港的环线差 那很重要的就是 很多的委员在上一身奥电厂的 环平大会的时候呢 已经深深的发现到 他们的专业是被践踏的 他们几乎是被羞辱的 本来他们是说起来在学术委员 就是一般民间委员14位里面 他们是占多数的 可是他们等于是完全被 官派委员七位强奸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再背这样的黑锅 所以在这一次他们非常慎重 他们连会都不愿意开 他们在9月12号的时候 就有五位委员共同离席 造成第一次留会 那么昨天他们根本不愿意出席 所以造成第二次的留会 连出席都免了吗 对对对 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保住 他们自己真正专业自主 这样的一个身份 钟正你对这个议题相当了解 那当然我昨天看到王明俊医师 他在脸书上他写的最清楚 那我们想透过今天您的连线来告诉我们 你们为什么反对 基本上说我们认为藻礁在全球 都是一个独一无二 不可或缺的一个世界重要的生态系 我们国家政府自己没有眼光 那么民众在包括学者这些 提出的这么丰富的资料之后 还是不愿意接受 这个已经让我们有点愤怒了 那么王明俊 王医生所写的东西 我觉得他可能是用单一的面向来看问题 他认为这是2025非核家园的影响 我们的看法不是 2025非核家园本来就是我们固定的期程 就是说我们现有的这些核电厂 到2025的时候是正好都到了庭域的 所以这个非核家园是一个很自然的期程 他说是因为2025非核家园 他忘了就是 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 财商都被拱珊瑚卡关了之后 这个案子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那也已经暴露出了 2022的大潭八号机组 根本就没有缺天然气 那之后天然气也都不缺的话 三阶要设在关堂根本就是假议题 我用比较简单的话语来说 就是没有三阶 我们的天然气也不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还要买藻礁呢 如果这样还要买藻礁 我说它背后的目的 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这是我们很难理解的 对还是站在环境保护的方面 还有这个稀有生物保护方面 那个钟正 我看到一些资讯 因为我做这个议题不是第一次 就说先前那个大面积的范围 这个台电说那我们已经限缩了 可是限缩还是会影响生态 对不对 所以这次他们会许会讲述说 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 怎么等等 那针对这个面积的缩小呢 这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诈骗 我们这一次做的环线差是指工业港区 工业港区 这个计划除了是关塘工业区 大概是属于朝天带的部分 要填海遭遭之外 它还要做一个非常大的港 它的光是港域的面积就超过900公顷 这900公顷里面呢 它有填海造地 然后呢要做码头 然后呢 还有船只要进来的那些天然气的船 它们的船身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必须要挖下面的那些 已经原有的生物胶 把它挖掉它的船才能进来 那个面积要破坏的藻礁是非常的大了 而藻礁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 从朝间带的我们可以看得到的藻礁 一直到外海四五公里都还有藻礁 生物胶的这些存在 它们都是一体的 像我们说的那个国际二级保育类的 兵维物种 那个红肉阿基沙 它们就是从那个远方 然后游到我们的藻礁这边 当做它们的育幼场 你现在把那个地方整个做的大型的围体 它们要怎么进来 要让它们转弯吗 这个都是没有道理的 是 周政我们姑且 姑且用王明俊一诗 他的一个说法 这个或许比较接近 他去解读官方 为什么直接要通过 他的意思是说 2025非和家园 所以2021 2023和二厂的两部机组都要停 所以这两部机组 每天24小时可以发电 197万千瓦的电力 所以就要靠明明的天然气电厂 跟台电的 我们讲到重点了 大潭8号机跟9号机 那把它化身为世界第一大的天然电器 电厂才能填补 那你说天然气嘛 它总要有接收站嘛 总要有这个接管嘛 所以现在大潭电厂的天然气供应 目前只有靠一条36英寸的 从台中港先到通宵 再到大潭 长达145公里的 的大海管 那海管的输送量 现在就已经是几乎已经最大 就超饱和了 所以无法提供更多的天然气 所以需要这个第三天然气的接收站 这个解读对嘛 否则的话 2022年 大潭8号机是无法发电的 那很多 比如说财团啊 或是说很多 甚至小老百姓啊等等 他们就想说 那没有电怎么办 你觉得这该怎么解决 或者说怎么去解读 这个可能的这个论述 关于只有一条海管这件事情 其实台中第二天然气接收站 从2009年就开始供应大潭电厂 将近十年来 就是这么一条 我认为在安全上面 他们是有绝对的信心 就是这样的一条 其实是不会发生这种问题 去年815 也不是因为一条管子的关系 不是管子的关系 对 没错 那至于说 它的那个含容量已经饱和了 这一点我们也认为还有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 沈容金会在今年2月1号 据说可以用调度面解决 我们其实在北部呢 如果有一个临时性的出油槽 或者说台中第二天然气接收站 他们二期工程在今年底就可以完成 他就有做了另外再做了四个天然气出油槽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在平常就可以先把出油槽 不断的透过非尖锋时间去把它装填 那等到时候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出油槽 像优利的一样 你随时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去增加它的供应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认为这个是他们中油绝对可以做到的事情 这个甚至在2014年台电跟大人电 跟台电跟中油在抢那个天然气接收站的权力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油董事长就已经表达了 那个时候的经济部长是 现在中华开发公司独立董事长杜楚军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表示 他们可以用调度面解决 用调度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可能王医师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会认为说大概 如果不是为了2025非核家园 这个藻礁就不必埋了 其实不是 我们看到的就是 现在根本没有三接 也不影响我们2025非核家园的事成 那至于说电厂这些 有的比如说核电厂要除异了 我们新的电厂都已经上来了 包括新达电厂这些 如果新的电厂就可以足以取代的话 我们根本不必担心电力的问题 这个总整最后想请教 就是这个阿贵 他刚好 对我们不必再去介绍他了 他是环团律师出身的 然后进入到内阁里面去 然后中间也几度 不是一度 传说他要走掉 那后来因为新的内阁行程 然后蔡英文总统亲自接见他了 他说好吧 他是跟我说再待个半年吧 或怎样 他已经超过了 因为去年9月赖魁组阁嘛 那到此刻为止 他的请假 或者是称并的这个动作 他某种程度释放出讯息 你们中间应该有跟阿贵 针对这个议题 有谈过 他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 突显示相当强烈反对的意见 以至于昨天非得要用这个方式处理 因为他是七名官派环委代表之一嘛 所以你怎么透露 或者说你怎么研判阿贵未来的动向 我认为阿贵律师现在是副署长 他其实很注重的就是环冰法的精神 这个法能不能为我们台湾的永续 创造出我们新的视野 新的一个境界 这是他进入去当环保署副署长 最重要的任务 那在去年开始修法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他特别感到会难过的就是 他的许多的理想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实现 还有就是最近因为9月12号 他没有让会议开成 结果后来就很明显的赖魁不高兴 然后最后要求要由李署长 进去来主持会议的时候 我觉得他深深的感觉到 在这段期间 这个环冰制度是被糟蹋了 比如说我们9月26号 开第二次的环冰大会 那9月26号是留会 那之后要开也应该是两个礼拜后 比如说10月10号 可是正好上上国际日 那要延也应该是往后延 可是他竟然提前到昨天的10月3号 昨天10月3号的会都还没有开 他在前两天已经公布10月8号 要再开下一次环冰大会 这些都违反过去的环冰会的惯例 那我相信张副署长对这些这样的做法 深深的不以为人 如果环冰法是这样的在作建我们的环境的话 我觉得他对这个职位应该也不会沾点 这也是我们佩服他的地方 或者是政务官如果跟他的长官 或整体行政院的政策是有违背的 政务官应该是会也求去 那所有的这个可能未来监督 或者说风暴的焦点会集中在署长 或甚至赖魁的身上 我想未来还是会有一些对立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潘中正 这个赵经理人来跟我们连线 谢谢中正 谢谢光景 好的我相信透过这个连线 大家都非常清楚 就是说中正这个团体 他们在坚持什么 或者抗议什么 然后官方他们又持什么样的态度 贾心饼干 张顺桂阿贵 他现在的状态又是如何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进行我们今天 两个小时的节目内容 我们等一下来邀请这个 金周刊的主编黄雅琪来看看 他们这期所做的这个cover story 他们探讨一个议题 而这个议题可能是包括我 包括我们很多家长 老师都很担心的 就是说你的小孩 是不是有网络成瘾症 是不是一种数位海洛因 这个数位海洛因该怎么戒断呢 那我们定个小时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 最近出书的 这个前风传媒的记者王彦桥 他怎么看这个科文哲 而且不是从表象来看 是从内里来看 我们休息一下金融广要马回来 怕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琪 我们今天邀请到金周刊的主编黄雅琪 来跟我们谈 他们这一期的封面 很有意义的一个封面 我相信很多家长都面临同样的困扰 这是数位海洛因 我的孩子被3C绑架了 可以是一个问号 也可以是一个惊叹号 雅琪你好 光琪姐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觉得做这个cover story 非常有意义 很多家长包括我本人在内 我儿子几乎要被绑架了 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有相当的限制 那你是不是可以先从你们所做的一个个案 化名小可来谈到这个个案 因为大家是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状况了 是 其实我们要进行这个访查的一个 这个调查报导 我们其实也进行了大概 为之大概两个月到近三个月的时间 甚至到韩国去职集做采访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从教育现场 一直到心理智商 到医疗的现场 那我们就发现 就是说 有一位 终于找到一位 真的很难找 终于找到一位 就是化名小可的 他现在是八年级 他是八年级生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他从胃上瘾 一直到上瘾的 那个整个经过 那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说 他的那个整个现象 其实对他来讲 基本上因为现在 活小生 他们其实 现在就上电脑课了 那所以就是说 他很早就已经接触到 那个游戏了 那什么叫沉迷 什么叫上瘾 其实 其实那个界定 其实也是 他并不是一线之格 他是有过程的 因为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有一个推力 那个推力是来自于 就是说 他的爸爸妈妈 他其实是属于一个中上阶层的一个孩子 然后现在是独子 那因为父母的离异 然后在家里 他常常觉得是吵闹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 其实他自己本身 有那个所谓的 那个强迫症 那再加上他身形 比较微胖一点 所以他其实从中学的时候 他就开始 就是在学校 有被欺负或霸凌的现象 那种种的外力的因素 那我刚刚为什么特别调谱的部分 其实我们都没有要标签化 只是说 在东方的社会里面 我们待会谈到数据 也会发现 东方的数据里面就是 我们比较重 就是升学 然后我有读书高这样子 那等到他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 这种情形又更加重了 不管是来自于升学压力 或是来自于就是说霸凌现象 那把他就是往外推 那当他的压力 要找到一个输解的管道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没有别的东西 取代他的时候 那就会如同就是 我们有访中国医药大学的 那一个网民运王医师 当你在生活当中 姐姐退败的时候 那网路世界就变成了 他因为在他里面 他有战友 然后他可以跟他一起 打怪生奇 他可以认为 他自己是一个王 这样子 那所以在那过程当中 其实他慢慢就深陷在这个流沙里面 其实自己而不自觉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大家在看他的时候 其实也会觉得他很奇怪 然后他自己也惊讶到了 他的惊讶是惊讶到就是说 当老师叫他的时候 他以为是同学在叫他 因为那时候他刚好在玩一个手游的那个游戏 然后在过关枕降的时候 然后老师问他说 你到底要不要叫作业 他说 不要 他有时同学叫他 所以他等于虚拟跟现实 他都已经分不清楚了 对 这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状况 还有呢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会成疑 就是那一个所谓的 就是他明明叫他有害 然后他想戒 但他又戒不掉 他很多时间这是一个警讯吗 三到四个小时每天 这是更多 他到最后其实 已经到达一天16个小时 这是第二 等于他的生活当中 除了躺在身上 他已经影响到就是说 刚刚我刚刚提到的 那是一个现象嘛 然后再来就是 你当然长期如果说 你都是躺在床上 你先是生理发生的状态 他发生什么状况 医生就有提到他就是说 他的血压其实已经到170了 那如果你在长期这样下去的话 你可能就是40岁 之后你就躺在那里了 眼睛更不用讲了 是是是 眼睛更不用讲 因为蓝光的这个刺激 对 过去是说视力的问题 现在其实 真的已经有研究出来说 就是那个视网膜玻璃的问题 然后还有刚刚提到他的 就虚拟现实分不清 眼睛不用谈了 然后身体状况已经很肥胖 但是他会有一些 应该老人才会有症状 中年啊 中年中年中年 中老年就有的症状 对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会到达第二个层次 就是说从心理一直到你的 从生理到心理 因为在过去 其实沉迷 我们大概都是说 就是长时间使用嘛 那为什么这次世界的卫生组织 他把它列为所谓的 跟毒品还有药物等等 列为所谓的精神疾病 因为其实他已经证实 就是说 那个科医师 柯志宏科医师 高雄医学大学科医师 他有证实就是说 从那个扫描里面 发现就是说 因为在25岁之前 大脑的前额业 其实一直都在发展 那种当中 然后那个其实是建造 我们取得快乐途径的一个 一个发展的期间 我们其实发挥一下想象力 我想大家应该有看过 那个玩具 就是inside out 就是那个大脑总动员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 那个像快乐悲伤 各种的情绪 其实他就浓缩像梅科球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可是当你的世界里面 只剩下就是 游戏里面打打杀杀的情节的时候 那其实他无意当中 他会改变你的大脑的那一个 模式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还有像 比如说解决问题的能力 然后那个自我管理的能力 然后自我管理的能力 其实里面包括了 自控跟还有你生活的能力 他也失去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次卫生 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会把它定义 就是disorder 就是gaming disorder 就是他已经 order就是你已经没有disorder 就是没有了 这样子 所以小可都碰到了 他都碰到了 然后所以从心 从生理心理 然后一直到所谓的社会关系 你其实社会关系 就等于是说 我跟我自己 我的生活已经一团乱 因为我躺在那边16个小时 我吃喝都出问题了 然后我跟我的关系断裂了 然后我跟我的社会的关系断裂了 因为我的同学 我几乎就是 讲句 大家就是很喜欢使用宅男 但是其实又不要轻化了 其实他就是 一直就是在房间里面 那社会关系就也产生了变化 他家长一度重视 然后把他的手机拿走了 那他还是会到网咖 对不对 对 然后甚至就是 这种症状 戒不掉了 他就是出现了所谓戒断症候群 就像说 因为恰恰好 刚刚好 就是在经营这专题的时候 我刚好有到那个 所谓的我们的戒毒村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谈 对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 有戒断症候群出来 然后他会开始就是 那个暴怒 然后甚至他交往女朋友的时候 为了交女朋友 这么小就交女朋友啊 那时候他已经是 大舌了 就是慢慢到大舌 因为其实就像 很多事情他都不是一时发生的 你小时候为他网读 然后手机当营养品 那你一时要把他抽离 那怎么可能 那后来小可他怎么爬出来的 因为他还在学校嘛 他还在学校嘛 当他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说 你怎么怪怪的 然后为什么你手机 离不开你手边 然后一直在打游戏 要过关燃将 那所以他的同学跟那个就是他的老师 就有一再的就是说 你是不是就是有所谓的 网路游戏 成瘾症 这个东西 因为在 其实在之前 这个名字就已经出现了 只是说 在六月他才正式宣布 他为精神疾病 那同学就提醒他 那他自己也 开始去寻求 就是说 先自我寻求嘛 自救 然后后来发现自救的时候 其实他碰到 屡界屡段 那个其实真的就很恐怖了 然后 后来他发现不行 他一定要找专业的智商 然后 所以他就找到 就是专业的心理智商 来为他就是 一一的就是 写下所谓的数位记录 然后 可是我们知道说 就是那个门槛 你要把自己降到最低 因为我 他其实从国中 然后到了大学 那时间其实已经过了 漫长的十年的时间 你要一下子把他从 那个虚拟世界里面 收离掉 很难了 很难了 真的很难了 那所以就是说 就跟 就跟那个运动 就是跳杆一样嘛 那我就是 他就是 在建议底下 慢慢就是 我每个小时 我每次就是 定一个小目标 然后 那目标是要能够完成的 然后他才有成就感 然后 让他从 虚拟世界里面的归属感 就是拉回 现实里面 让他得到成就感 好 怎么做呢 我们刚从小可来开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 前进韩国 数位借影村 你看看韩国怎么做 那我们休息一下这段广告 马回来 资讯爆炸的时代 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 王光琴 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 胖抢先爆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 金周刊 这次很有意义的一个专题 就是数位海洛因 有时候你孩子 沉迷在这个3C的产品当中 或是上网 或是这个打游戏 那有时候家长 一把他手机 把他电脑抽离的时候 我听过其他家长讲 或其他老师讲 就是说 那小孩子会暴怒不说 有时候还会打妈妈打爸爸 那已经他已经失控了个状况 我们刚刚请这个雅琪 来讲到他们所专访的 一个小可化名小可的一个案例 他10年的一个成瘾 他最后发现自己也不对了 甚至有精神状况 不只是生理 他后来终于靠着一点一滴 他走出那个泥脑 就是刚刚雅琪讲的泥沙 泥沙你要把一个小孩子抽出来 其实要费很大的功夫 自己要自救 那我们看到这个金周刊 还有做一个专题 我觉得是连续 刚刚我们这个话题 雅琪 你们有前进去直击韩国 他们怎么样用这个数位戒毒 戒影春 来把这个青少年给他抢救回来 对 其实很好玩 很有趣是说 那个 他们其实是叫网路梦想春 那其实我们在专理 网路什么 网路梦想春 因为他们希望说 经过这15年的抗战 有没有 事实上他们有发现就是那数字是有降低 那我先说一下就是他的他们的前因后果 他其实是有历史脉络的 然后就是在1997年那个金融风暴的时候 因为韩国发生了就是说像那个外国举债的问题 所以对他们来讲韩国他们的爱国性很强 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希望在各个产业里面能够复兴这样 不管是那个文化观光或是甚至像他们要发展那个IT大国这样子 可是他们也发现就是经过几年下来的确成效不错 但是也带来了副作用 就有很多的所谓的那个就是那个无动机杀人事件 或是有很多的那种社会案件出现 像我们政洁就是一个例子嘛 对 然后所以所以所以他们就发现就是这些副作用之后有没有 然后他们就决定就是也很有魄力哦 就是他们政府就是top down就是从上而下 然后就是他们是一步一步做啦 那我们职集的时候其实已经到第四部去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当然就是跨部会 他们就是有他们所谓的那个有一个那个那个振兴部 然后下面有那个前就是有一个振兴院就对了 那振兴院他其实他会跨类似我们的那个教育部 衛福部 然后还有甚至有跟业者有关的交通部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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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总共有十个部门 然后从那个教育的宣导 第一步就是教育的宣导 因为教育宣导其实包括了两个层次 一个其实是那个孩子 然后一个是爸妈 那孩子的话就是我国小讲一次 放在他们的课纲里面 然后对国小讲一次 国中讲一次 国中讲一次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 这个他们就很熟了 这第一步 这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是说 就是如果你到了那一个 已经有那个警讯的状况底下有没有 就是会送到他们所谓的那一个 网路防治中心 然后或是父母过去 然后他会提供你一些量表做测量 这样子 然后做一些警讯的提醒这样子 那如果说真的就是说 已经是上瘾而不是沉迷了 那就是如同主持人您刚刚有 光清姐您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就是千万不要马上把手机拿走 而是说他们是 反倒是先不要一下整个把它抽掉 要么租不来 哦 因为你一下把它拿掉 其实这个 其实那个真的就像 为什么我们叫它隐 因为隐它会发生 戒断症候群的问题 那所以他们是把它送到所谓的 我们不要说集中营 梦想村 网路梦想村 然后他们是就是在那一个 他们的那个 偏远的校园里面 校区 然后改造成就是一间一间的教 一样的教室 然后就是把孩子的手机先就是 也是先集中管理 而不是抽离 然后他们就是 玩玩桌游下棋 然后也会上课 然后让他们就是 能够就是从 一样就是从 虚拟的世界里面 然后回到现世界 其实也就是我们总门集在前面 编者话讲的断线 你才能连线 因为我断了网路 我断了虚拟世界的线 然后找回连接社会的的温暖 就是让他重回现实生活了 简单来讲就是这样 那显然我们台湾目前没有接受到 或者说认知到我们台湾有类似的这样的警讯 已经拉警报了 所以我们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房子 由政府出面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在这边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 跟走坊调查的心得 其实我们各个部门都有做 但是的确我们没有拉到所谓的跨部门的成绩 然后再加上就是说我们的预算有限 比如说那个卫福部心口事的盛市长他有提到 光是因为会已经是生活失序了嘛 那那个他们在心理卫生的那个预算 毒瘾就占了10亿 那剩下是剩下的5亿 就真正的毒瘾 还没有到数位的这个毒瘾 对 然后他其实他也是很想要做这些事 那像教育部的部分 他们其实也是要培养中指教师 但是那个都还是都是未来的计划 那到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列入课纲里面 那至于门诊的部分 其实刚也有谈到 就是说我们台湾其实现在也才4所的儿童医院 那很多时候家长在 他一旦就是到达了最警讯的状况底下 那他也只能求助所谓的精神科 那精神科里面其实多半 其实现在并没有所谓的网络呈以这个 这个满整 其实有但很少数很少数 很少数很少数 然后多半都是以小孩子的那个 过动症啊忧郁啊 或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强迫症等等 这样子 所以没有专责机构 包括医生好像也没有说 看到病人 这是属于新型的病症 好像也没有对症下药的方法 那可能在优先顺序上面 或者说我们对3C产品 可能造成青少年的一些影响 好像我们还是有欠缺防备 或是说处理的这个方式 所以靠什么 靠家长 靠老师 靠小朋友自己自救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呃我们再请这个雅琪来跟我们讲 如果你是家长的话 你是老师的话 你怎么样辨识我的儿子到底 到了什么程度了 我们休息一下今天的广告 我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刚刚跟这个黄亚琪 他是金周刊的主编 来跟大家谈 就是可能跟切身相关的 跟大家切身相关的 所以亚琪 怎么样辨识我们的小孩子 他已经有成瘾了 好 我这边就是说要特别提醒 就是我们的父母 其实你千万不要太担忧 这虽然我们的盛行率在亚洲 他的确真的是蛮高的 因为国卫院最新的报告 出来有显示 但是有几个定义 我想要跟就是各位那个家长分享 就是说当他已经你的孩子 有三有四点 第一个他失去了生活的支持能力 我们刚刚有提到 还有游戏最重要 游戏最重要 或是数位产品最重要 他已经手不离 就是他的生活的唯一的出口 其实就只有这些了 然后另外就是他明明知道有害 他还要玩 然后最重要一点就是说 如果说要送到门诊 你必须要他有这样的现象 持续一年 然后经过医生的确诊之后 他才是所谓的上瘾者 所以请各位家长 就是千万不要太悠心 因为我们的确报道出来之后 有家长就打电话来问说 我是不是就是 我的孩子是不是就上瘾了 可是沉迷跟上瘾不一样 不然我也是一个上瘾者啊 我每天也在玩手机 那你们做了一些其他的调查 有一些数据的选献 比如说国小男童 他有相当的比例 是成瘾的 那有多少高中生 你可以提供这个数据 好的 就是那个 其实这个是国卫院 他们所做的一个报道 因为今年六月 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把它列为精神疾病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有注意到 这个现象其实蛮严重的 那九月中旬的时候恰好 国医院他们就发 他们做了一个全球 样本数最大的一个调查 然后而且他其实是有透过 所谓的一对一的那个 諮商 然后也就是所谓 也是就是 我这样陈述是说 就是很严格的医疗上面的 一个统计的数字哦 那平均来讲的话 我们十到十八岁 八千多位的那个孩子 他的网路上 网路游戏上影证是三点一 但是国小的男童他高达 百分之五点三哦 那那个团队的 研究团队的那个 林玉轩林医师哦 他是有特别提到 他从来没有看过超过百分之六的 所以也显现就是说 其实这个 我们的严重性跟我们 其实是有往下降的 的一个趋势 所在 那专家怎么建议 专家的建议 解方嘛 就是对父母的部分 嗯 OK 好 其实 对于那一个 在过去哦 我们其实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家长哦 他会他在网路上 会找到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少看啊 不要看啊 把手机没收啊 对对 但是在这 但是在这里哦 但是在这里哦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我们 更希望进一步 如果他已经成 已经是一个病了 那我们 我们觉得就是 对症下药 你要从最 刚开始的源头 就是你要从你的转念开始 观念的改变 第一 第一步就是说 第一个转念就是说 呃 那个 手机 管理 我们不要说手 就是禁止他 马上把它拿走 嗯 其实你手机管理是 其实许多的专家 他都是建议 郭小伟一下不要用 但现在已经是一个 不可逆的状态 他有电脑课啦 对不对 你要有效的管理啦 对 所以其实是管父母 不是管孩子 那所谓的管父母 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然后可是他就说 其实你陪着他看的时候 当你不打游戏的时候 那你你试着陪他30分钟看看 你也会无聊耶 因为小孩子他没有手机 因为学校是禁止戴手机的 是 那其实他用的是父母的手机 你既然敢借他 你就要有效的管理他 那就是父母陪同好 这第一个 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对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我们刚刚其实有讲到 不要马上没收 你就是会发生恶讯的循环 因为屡界屡断 其实有时候真的就断不了 接下来 然后另外的部分的话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生活 切分成就是小时 然后你用 你就是要做记录啦 那最重要其实 还是就是说 把你 你失去的那个自律能力 自律能力找回来 找回来 那是最重要的 不要变成一个 流失在虚拟世界里面 一个看不见的人形 OK好 今天非常感谢雅琪 带着金钟看这个封面来 我相信对我们做父母的 或者说收集听机旁边 里面做家长做老师的 或者说小朋友自己 都会有相当的帮助 谢谢雅琪 谢谢光琴姐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